11月17日,林志玲与老公Akira完成大婚。 今年6月份的时候,林志玲突然从各类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结婚了。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疑问为什么结婚的对象是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 而不是被大家一直看好的严程序。 尽管他嫁的男人是日本人,但是这也无可厚非。 只要两人日后能幸福就可以了。 随着他结婚的消息,一定会有一个人跟着上热搜。 作为圈内知名的一男妄妃文对象,林志玲和严程序两人的恋情从2002年, 断断续续传到林志玲婚前,长达17年的妃文没想到结束得这么突然。 严程序回应很开心也很惊讶,但同时表示祝福。 这14个字让人感觉遗憾。 毕竟在18年的时候,还传出来过两人和好共同健身的消息。 但其实到现在林志玲已婚,严程序还是单身。 说明两人还是没有缘分。 无论两人之间断断续续多少年, 还是以林志玲结婚结束了这段一男妄了。 在最后只是希望两个人都能够幸福。 严程序也能早日找到自己的那个她。 林志玲婚礼在台南举行。 黄伯英来不及办理政见遗憾不能前去。 她送上祝福, 真高兴看到属于你自己开心甜蜜的笑容。 祝幸幸福福。 永永远远。